欢迎关注本期二乡书历史,我是二乡 在漫长的五千年中,我国的先辈们通过辛勤的劳动和聪明的智慧 创造了许多有价值的物质遗产 当然这些有价值的宝贵遗产,有些被隐藏起来,也有些遗落到了海外 随着我国对考古方面的重视,以及专家人员的科学技术提高 有些文物正在被我们发现和保护起来 但是对于那些流失在国土之外的,就让人有些变长默契的失落感 1998年,在印尼一处非常适合潜水的海域,来自德国的几个潜水俱乐部的成员 正在进行潜水的训练和探险 其中几个技术较好的人员,无疑间在海底发现了一艘木质的古老沉船 在它的附近,除了散落着的破碎的船体木质布件,还拆杂一些瓷器 这些瓷器有许多还是完整的,好奇的队员就打捞上了几件瓷器 由于他们对瓷器不懂,无法判断这些瓷器的年代和国家 于是就决定先带回德国几件,找专家鉴定一下 经过德国专家用专业的仪器鉴定,再加上瓷器的图案风格 他们得知这些瓷器是来自中国的唐朝时期 距今大约有将近1300多年的历史了,当然价值也是不菲了 得知这一结果后,兴奋无比的潜水队员和专家马上就合作组成了一个打捞团队 前往印尼的发现海域打捞沉船文物去了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录,他们这次抢掠时的打捞 捞出水的唐朝文物,包括金银器和瓷器在内多达六万七千多件 数量非常庞大 他们从其中选取了最有价值最精美的二百多件瓷器 全部据为己有收藏起来 剩下的一部分通过文物市场卖掉 还有一部分瓷器是卖给了一家拍卖机构 还有大部分被德国的博物馆购买收藏 他们可谓是赚了一个盆满购买 我国的有关部门在得知这一信息之后 为了能够抢救这些本营属于我们的国宝 通过各种努力 从那几位队员和专家手里收购了一百多件比较珍贵的文物 为此我们付出了三千多万的天价 通过我国文物专家的鉴定 这些瓷器绝大多数都是出自长沙的一处古次摇 如今那六万多件的国宝文物仍安静地躺在一国的博物馆中 而这也是让我们国人最痛心最无奈的 由于没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裁 我国专家们所能做的只有对这些强盗行为进行强烈的谴责和抗议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